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做安裝的車子呢 很特別是HEMMER的H2 那這台H2有分幾個規格 這台是有後箱的 這一款H2的年份是02-09年 引擎的話呢 比較早期的02-07是6000cc V8的引擎 那08-09年是6200cc 都是V8的大怪獸 基本上這台已經有做了鋁圈跟輪胎的升級了 還有煞車的部分 那今天要做改裝的部分呢 一樣是避震器 前面的部分的話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這台車呢 我們只有改筒身而已 所以一些筒身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前面的筒身 然後阻尼的調整部分呢 就在這個地方 阻尼調整呢 這個車的輪迴到葉子板的距離很大 所以直接手伸進來從這個地方 就可以做軟硬的調整 瞬時鐘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這是H2的安裝也很簡單 只是這台車的車重呢 大概三噸齁 大概三千公斤左右 所以一般的那個頂側機呢 都不太有辦法把它頂起來 那外觀的話 也有做了一些 維持的升級跟改裝 我們大概看一下 前面的煞車部分 輪胎跟鋁圈的話 改的是24的 應該是305 也是大怪獸級 305 扁平比是30 24吋的 前後的煞車都有做強化跟改裝 後面的話呢 有一邊已經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這是後面的避震器 後面的避震器呢 後面的懸吊系統 是彈銅跟避震器分開的 那調整上也很簡單 從這個地方呢 就可以做阻力的調整了 一樣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我們換個角度 來看一下後面的總針 這是H2後面的統針 基本上原廠的 使用了一段時間 所以已經有一點烈化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原廠的避震器的狀況 前面的話老化的比較嚴重 應該有漏油的狀況 那前面的話 右前的這個算鐵套 已經有裂化有裂掉了 所以這個應該會有異音的 比較長的是後面 後面的話狀況倒是還好 那改成可調之後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它的阻尼是能夠調整的 所以能夠隨著自己的需求來做改變 而且費用的話應該也不會比原廠還要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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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在施工的是右後還沒有裝好 KT的用料部分 主尼有的話呢 是用意大利IP的主尼有 然後油封的部分 是用日本NOK的油封 那上座齁 因為這一台的結構呢 沒有上座設計的齁 如果有上座的話呢 我們所使用的油那個軸扇呢 就是日本的KOYO軸扇 OK 好 以上是這一台 漢馬的H2的安裝錄影分享 我們的影片呢 都會PO到YouTube 還有FB的KT Racing的粉絲團 如果車友們有興趣 或者是對便器有疑問的話呢 都可以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好 掰掰